对于全韩国团体的小伙伴来说,看着这些少年少女怀抱着梦想出到了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天文是最美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其中路途也会坎坎坷坷,一个团体最重要的就是完整一体的概念吧,正值当红联工时期团队中有人退出是最让人接受不了,很可惜的了,今天就来盘点一些蓝色。 这些退出团体的爱动吧,第一个是郑秀妍,郑秀妍就是少女时代的Jessica从2007年出道直到2014年退出团体,郑秀妍为了团队付出了八年的青春时光,从出道初期被万人逮损到神曲翻红一路登顶,郑秀妍也一直以自己默默的能量抓住梦想的尾巴,现在的郑秀妍不再是少女偶像,而是一位平凡的女人, 做着自己的服装事业,继续唱歌和制作音乐,美好人生一旧延续。 第二个是南太炫,南太炫正今是威娜的主唱,也是人气超高的一名成员,因为和对那以及公司的音乐理念,不合而退出团队自己在组乐队追星音乐梦想。 虽然威娜出道级大红,但是之后两年的成绩并不理想,想必是多重的压力和自责,让南太炫身心俱疲,现在的他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追梦,从不放弃。 第三个是一族人,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三个人,分别是吴亦凡,陆寒和黄子涛,当年EXO政治大红大爆出鼻之急,很可惜的是,中国四子中的三个人分别陆续归国,踏上自己的祖国。 追寻自己的梦想道路,现在看这三个虽然有时候还会想起曾经在EXO中的美好时光,但是现在三人发展得更好更优秀,这是粉丝新周最开心的事,退队的原因多种多样,能重新出发追寻自己的梦想就是最棒的。